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原来这类型的超级跑车为了能发挥极致速度稳定重心 底盘设计会比一般车款还要低 造成了超跑在面对高低落差的路段要更加小心 一般车主在下地下室可能是晃神或者是不留意 那速度太快 撞击到平面的时候都会很严重 不仅超跑要注意就连一般车款的车主 在面对路面高低落差开起来也要特别留意 就怕发生意外 而有些车款还有配备这种辅助功能 比较好的超跑或者是比较好的跑车 他们都可以选配车身抬举这个功能 车身抬举功能就是它有一个按键按下去 它会利用油压或者是利用气压的方式 让车身顶高 量力超跑系进度十足 总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行注目理 但要是因为不熟悉操作方式或是车体结构 而伤了爱车 这下荷包可药大大失血 三连新闻 黄紫瑜江翔 台中报道